哎 哎 精灵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被绊了一下 你看 哇 好多骷髅头 他们一定是来这儿 采天蚕丝的时候 遇害的 看来这个神雕 好残忍啊 我们要多加小心才是了 嗯 救命啊 救命啊 哎 好像有人救命啊 快去看看 好 救命啊 哎 大哥哥 救救我 小朋友 刚才是不是你喊救命的啊 是 大哥哥 里边有妖怪 快救救我爹 哎 小心有诈 哎 这么大的一个小孩子 怎么会说谎呢 哎 小朋友 你在哪里啊 带我去看看 大哥哥 跟我来 走吧 啊 啊 啊 小男孩不见了 对啊 小朋友 你在哪里啊 快点出来啊 啊 啊 不对 啊 我们好像在转圈 又回到了原点 啊 啊 我也觉得是啊 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来过的嘛 啊 怎么办 那个小男孩 一定是神雕变的 故意引我们上钩 死了死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洞穴好像迷宫一样 我们该怎么出去啊 我有办法 这个金簪 可以带我们去找银莲 金簪金簪 带我去找银莲 金子哥 我们跟着他走 哦 哎呀哎呀 真的跑出来了 哎你这个金簪真管用啊 下次送个给我啊 好 还有点本事嘛 出来的那么快 你是何妨妖妮 竟敢糊弄我们 我乃守护天蚕的神雕大仙 专门整治你们这些 来盗取天蚕的贪婪之徒 不过本仙今天心情好 度想杀生 识相的话 就赶紧给我滚 哎 神雕大侠老县啊 我们来到这里呢 确实是想采点天蚕丝 但是我们不是拿来卖的啊 我们拿的天蚕丝呢 是用来修补乾坤代 但是呢我们不要天蚕 我们只要一点点的蚕丝 来修补乾坤代 你认为如何啊 乾坤代不是弥勒菩萨的法器吗 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呢 哈哈哈哈 那你看啊 我就是转世弥勒了 你说你是转世弥勒 哈哈 你这家伙长得这么错 怎么可能是转世弥勒呢 出来混多少也要讲究点吧 你看你一没肚子 二没袈裟 连头发都不剃 你说你是转世弥勒 那我还说我是如来佛祖呢 妻子哥 少跟他废话 找打 你这神雕 我们不过是跟你借点天蚕丝 你至于这么不通情理吗 天蚕丝乃天界珍宝 其实你们凡人所能享用 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受死吧 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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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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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他没伤你吧 没有 啊 终于把他打跑了 啊 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天层丝呢 怎么办 我们再进去找找吧 嗯 走吧 走 哇 好大的残佑啊 你终于来了 啊 我已经等你好久了 谁 谁在说话 哦 转世弥勒居然跟妖女混在一起 嘿嘿 有意思 你是谁 有种出来 偷偷摸摸地躲在后面算什么好汉 我没躲呀 我就在你们面前 难道是 采用里面有个残宝宝跟我们说话 你才残宝呢 嗯 不要叫我残宝宝 我都活了好几千岁了 当你爷爷都没有问题 秀得放肆 让我把你撕开 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娘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 没事吧 有事没事啊 男药 哎 老药 是不是你把她搞得肚子疼了 她体内有赤燕天蝎 若三个时辰不喝药的话 就会发疯 你得赶快给她喝药才行 药 药在哪里啊 哪用问肯定在她怀里 在她怀里 在她怀里 那你说说不亲的怎么找啊 那你就找她独发生亡好了 对对对对 哎 对不起了 我不想冒犯你的 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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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哎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赶紧喂她 怎么样啊 好点也没有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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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是过来拿天蚕丝的吧 没错 我们是想拿点天蚕丝 回去修补乾坤带 还望大仙成全啊 行 帮你们没有问题 不过你们得先帮我一个忙才行 帮你一个忙 什么忙啊 很简单 毁掉这棵树 毁掉这棵树 不行 谁知道你是什么妖魔鬼怪 被封在里面啊 如果不小心放你出来危害人间 杀了我们 我们可不是很笨哪 你以为我是他的父王 刚放出来就滥杀无辜 实不相瞒 我乃天蝕负责设计礼服的天机子 因为触犯天条 被玉帝封在这残剑之中 就等你来解救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呀 不管我说的是真的假的 你们想得到天蚕丝 就得按照我说的去做 那你等一等啊 我们商量一下 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 我听他的声音 好像不是坏了呢 那就信他一次吧 就信他一次啊 好 好不好 好 好了 我们商量好了 我们相信你了 金脸 帮他打开这棵树吧 你就是刚才跟我们说话的残宝宝啊 不是 天机子 正是小仙 这个残剑就送给你们了 谢谢大仙 谢谢大仙啊 金脸 我们回去了 慢着 我就好人做到底 再帮你们一个忙 金脸 金脸 我已经把他体内的赤焰天蝎给拿出来了 这下他不会有事了 谢谢大仙出手相救 金脸 莫耻难忘 不用谢 你们把我放出来了 我理当报答 二位 告辞 后会有机 天机子都走了啊 金脸 我们也回去吧 飞吧 我的人